今日为大家导读星云大师的佛法争议 本套书有三册 第一册 佛法义理 第二册 佛学思想 第三册 佛校常识 佛门行事 总共三百多个主题 大师以各种辟语言说 引经据典将佛教的教理 一致 明相 应用等 直唱佛陀教法 慈悲 智慧 平等的精神 此即是给人欢喜 信心的人间佛教 各位佛光人 各位护法居士 大家吉祥 今天的主题是 照菩出菩萨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赵菩出这位居士 那赵菩出居士呢 他是1907年出生的 是安徽省太湖县人 那当时在太王浦美蓬 60岁受淡的时候 他是代表大陆去祝贺 那新云大师那个时候 也代表台湾受邀到泰国 因为两岸的关系 严峻不能互相往来 不过赵普老 他是一个很有长者气度的 也是一个大德 所以他看见了新云大师之后 就直接约了大师去谈论佛教的事情 所以在参与盛会的那一天晚上呢 西云大师还有慧师傅 就应邀到赵普老的房间 还有他的同修 一起去谈论两岸之间的佛教 赵普朱夫妇呢 也认为说大师他们是彼此有缘 所以很热络也互相交换真心 各自去畅谈述说 对于佛教的理念以及抱负 回台湾不久之后 大师他就到美国的洛杉矶 因为那个时候呢 西来寺正要落成典礼 还有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代表大会 要在西来寺召开相关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世界佛教大会的 第一次走出亚洲去举行 那他同时代表了 两岸之间首次登上同一次会议桌 也就是说同时出席 他几乎是开创两岸佛教的历史 因为当时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严峻的 所以这个世界佛教大会 它是一个里程碑 在大会中呢 赵普老就托来参加会议的人 去转手他一个轻题的书法 那书法的题字是 富有横杀戒 贵为天人师 也就是说赵普老呢 他称赞星云大师 那大师他深感承担不起 不过在当中就可以了解 赵普老是真心想要互相往来的 因为世界佛教大会在 美国洛杉矶成功召开 所以之后赵普老邀约大师到大陆访问 隔年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 大师用国际佛教促进会 这个名义 去组织500人 红法探亲 那这个红法探亲团 就回到了大陆 因为声势浩荡 所以赵普出居士 他那个时候是担任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也当了这个红法探亲团的总接待 所以当时大师是非常感念 赵普老还有当时的外交部长 姬鹏飞先生 特地到机场去接他们 那一见面呢 赵普老就握着大师的手 说了一句名言 一时千载 千载一时 也就是说 他们的会面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也是佛教能够进步 还有红法的关键 所以往后呢 大师在大陆访问的期间 他跟国家主席 政协主席 还有许多的长官们 见面的时候 还有到各个大陆的大丛林去访问 去谈论佛法 都是由赵普老一起陪同的 所以这位居士呢 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 受到毁坏的佛教寺院 他去争取 去重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把文化大革命 驱逐回社会的出家人 去让他们召集回来 也就是重新回到各自的道场里面 因此呢 佛教的会命就在大陆 重新再起了 所以说我们朝上面的很多的事迹都可以看到 虽然赵普初 他是一位居士 但是他对佛教的贡献 非常的重要 他不但恢复了寺庙 并且重印经书 办理佛教学院 还有一个重印了房山课经 最重要的是 他在大陆培养身材 送学生到其他的国家去留学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在大陆的佛教复苏的当时 是由赵普老 他非常认真努力的去推动 而且他做的事迹呢 都非常的宏大 这不是一个人说简简单单的 说几句话就能完成的 而是他真的是用了他毕生的心血 例如说当时的身材 由他去让他们到外国留学 就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广星法师 静音法师等等 所以新云大师是很认同赵普老 对教育的重视 也曾经给他们一些奖学金做资助 从此之后 新云大师跟赵普老 就成为了望年之交 那1989年那个时候访问的时候 其实新云大师已经62岁 赵普老大大师20岁 所以赵普老当时已经82岁了 已经是介于高龄的年纪 所以后来大师因为有许多的事情 比如说新华社许先生的事情 大陆对大师不谅解 但是赵普老虽然顶着高龄的年纪 还是多次为大师去奔走 去说向 消除大陆当局对大师的误会 因此十多年之后 新云大师才能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 后来到香港红法 赵普老也是特地到香港去看他 那因为还是有一些两岸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了要掩人耳目 怕引起一些不当的揣测 因此彼此要为佛教做一些交流 不过在事实上 也有种种的事迹可以知道说 赵普老他知道 新云大师是以教为命的人 所以赵普老他一直是很有心 希望新云大师能够继承他的信仰事业 也就是为大陆开创红法的道路 因此后来赵普出居士 他在九十多岁逝世的时候 新云大师那个时候 无法前去为他奔上 所以就亲自提写了一幅 人天掩灭 那这一幅呢就托人带去北京 表示他的哀悼 多年之后 多年之后大师重新回到了大陆去访问 那就到了赵普老的灵堂之前 他就看到当时写的 人天掩灭的挂扁还挂在中间 他的夫人也就是城邦之女士 特别接待大师去参观赵普老的固执家园 也让他怀念不已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赵普出他是一位居士 他虽然不是出家人 但是他就是我们现今所称的 为教弘法 上弘火法下化终身 他就是值得我们称赞并且学习的当代的菩萨 所以今天我们借由这一篇文章 在佛法争议里面 特别出了一个叫赵普出菩萨 也让大家知道 大陆佛教的这个振心呢 其实赵普老 他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一问呢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 六十吉祥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